遭遇大爆炸的天津降雨 人们进一步担心 剧毒化学品污染 泰国当局正在追查 商业区爆炸事件中的 一名可疑男子 印尼官员说 失事飞机上的54名乘客 和机组人员无疑生还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8月18号的VOA卫视 我是许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上星期发表纪念二战结束 70周年谈话 今天有消息说 中日两国正在商讨安倍 访华事宜 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 美国要求中方 在海外猎狐行动中 提供美方明确 有说服力的证据 我们有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两岸关系方面 2015年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开幕 两岸关系专家为您做出点评 好 欢迎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首先我们关注头条新闻 泰国总理巴育说 首都曼谷发生爆炸后 有关当局星期二 搜寻一名在安全监视录像中 现身的嫌疑人 爆炸造成至少22人丧生 120人受伤 遭爆炸袭击的地点 有五星级酒店和高档商店 吸引着游客和购物人群 爆炸发生后 很快抵达现场的 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 看到了被白丹覆盖的尸体 以及满街遍布的蚕食断肢 泰国首都曼谷商业区爆炸事件发生后 当局正在追查现场电视监视系统中 出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事件中有四名中国游客死亡 泰国旅游业预计将因此受到影响 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泰国总理巴育星期二说 首都曼谷繁华旅游区 星期一晚上发生爆炸后 当局星期二正在搜索 现场监视录像捕捉到的一名男子 巴育说 今天我们看到了电视监视系统的画面 发现了一些嫌疑人员 不过画面不是很清楚 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这些人 电视监视画面显示 爆炸发生前和发生后 现场似乎都有一名男子出现 形迹可疑 巴育在前往参加内阁会议前还说 这次爆炸的目的显然是要搞垮泰国经济 发生在曼谷四面佛观光和购物景点的这次爆炸 已经造成至少22人丧生 其中包括四名中国游客 120多名伤者当中 还有20多名中国游客 现场和医院因此需要大批的中文翻译 澳大利亚游客 格兰斯·埃文斯说 他住的饭店距离爆炸地点不到两公里 他说简直太近了 我是说我也可以就在那个庙宇附近 我们经过那儿 我们也许就在那里 因为我们也参加那类活动 前往寺庙参观 我心里感觉还会有事情发生 真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真的想回家 报道还说星期二 有人从曼谷的一柱桥上 朝河里投掷了小型爆炸物 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泰国政府没有排除反政府力量 是这次爆炸事件的幕后指使 但是巴欲没有详细予以说明 截止到目前 还没有组织或者个人宣称 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 联合国 欧盟 美国 新加坡等 谴责了这次事件 慰问无辜民众 并且承诺向泰国政府提供支援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 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附近 星期一夜间发生爆炸 至少22人丧生 120人受伤 爆炸发生后 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很快抵达现场 一直在追踪报道 爆炸事件的后续发展 美国之音记者志远 刚刚和赫尔曼通了电话 向他了解泰国首都曼谷 当地的最新情况 赫尔曼介绍说 人们今天仍然惊魂未定 特别是在 昭逼耶和码头 又发生了一起小型的爆炸之后 这是在曼谷 遭致命爆炸袭击仅仅一天 人们担心这种事件 还在继续发生 也许有另外趁火打击的人 想利用这些事件 为他们自己的目的制造恐慌 那么泰国官方是如何回应 这个爆炸事件的呢 赫尔曼介绍说 官方发布了一些监控录像和截图 一个男子背着一个双肩背包 官方认为他就是爆炸嫌疑人 就在爆炸之前 这个身着黄山的人被看到 将双肩背包放在了位于曼谷中心地带的爱悦威神殿 至于这个人属于哪个组织 或者处于什么动机 仍然不得而知 不过显然 这次袭击受打击最重的是泰国的经济 旅游业 泰国约10%的GDP来自前来旅游的外国游客 我们知道死亡人中至少有三人是中国人 另外还有两名香港居民 一名新加坡人 马来西亚人 还有一些泰国人 因此最大的担心是对经济的打击 香港已经发出红色警告 告诫人们在昨天曼谷致命爆炸袭击之后 不要去那里旅游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下面来关注中国的情况 8月18号星期二 上个星期发生大爆炸的天津下雨 使爆炸现场的清理作业复杂化 也使人们进一步担心剧毒化学品污染 尽管天津市当局宣称居民生活环境仍然安全 但是众多居民不相信政府的说法 下面是VOA卫视的报道 截至目前上个星期的大爆炸 已经造成114人死亡 天津官员承认 发生大爆炸的仓库 存放了700吨剧毒化学品氢化钾 人们担心有毒化学品 会随着雨水更广泛的扩散开去 天津市当局一直试图让天津居民相信 他们的居住环境依然是安全的 对照相应的标准 共有29个点位氢化物有检出 其中8个点位超标 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 最大超标28.4倍 警戒区外14个点位尚未发现 氢化物超标 天津当局表示 即使是下雨天津居民 也不需要担心氢化物会扩散开去 那么到后边我们还有一步 一旦检测出有超标或轻微的超标的话 我们后边还有一道把关的设施 那么经过这道把关 一定氢化物要达标才能排放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措施 那么还有一个措施 就是我们的违念 要进一步的加固 我们要求违念要进一步的加固 那么也应对比较大的这种暴雨 对天津市当局发出的这些 要人放心的信息 爆炸发生地点附近的居民表示 难以相信 他们担心环境一定被有毒化学品污染 他们举行抗议 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住房 我们不能回去 我们有孩子有家人 我们不相信那里的环境 还适合人们居住 就位在爆炸现场有住房的居民表示 不相信政府当局发出的居住环境 是安全的说法 我们怎么能说环境没问题呢 我们没法知道 就算是政府进行检测 也没人知道检测的对不对 现在没有爆炸现场 出现新的火灾的报道 星期二下午雨势减弱 但天津上空依然乌云密布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上个星期发表了战后70年谈话 今天传出消息说 中日两国政府正在为安倍 九月返华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 做最后的调整 那么这个结果是不是说明 中国政府最后还是接受了安倍的谈话呢 我们下面就连线 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 戈兰你好 戈兰你好 今天日本媒体呢 有很多呢 关于安倍首相应九月份访问 中国与国家主席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 这样一个消息 那么戈兰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日本媒体都是怎样报道 这方面新闻的 戈兰 好的 今天这个日本的每日新闻报道说 中日政府呢 正在就安倍晋三 九月三号的下午访华 出席就是中国 9月三号的那个仪式 看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仪式的下午的仪式 那个报道说呢 安倍是拒绝出席的这个阅兵式 这个报道就说明是中国为什么会就是 就是同意就是习近平 研究习近平和这个安倍的会谈呢 主要是中国提出的三个条件 认为日本已经满足了 中国提出三个条件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说要日本遵守四个政治文件 就是中日建交以来的四个政治文件 第二个呢 就是要求呢 安倍晋三的那个谈话 安倍谈话呢 要继承村山谈话的精神 第三个就是要求安倍保证 不要参拜经国神社 那么到上个星期的14号 安倍发表了安倍谈话以后 那的确是继承了这个村山谈话的这个精神 那么8月15号呢 安倍是没有保证说 他不去参拜经国神社 但是8月15号他是没有去中国看到了 所以现在传出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每日新闻报道说 中国希望把这个邀请安倍出席这个首脑会谈 作为一个中日战获和解的一个 对内外展示和解的这么一个形象 徐波 好的 那么格兰 我们知道呢 你最近呢 对就这个安倍谈话做了大量的报道 同时呢 你以前对慰安妇问题呢 也做过许多方面的这个报道 依你做驻日记者20多年的这样一个经验 你是如何看待这个安倍谈话 你认为中国会接受安倍谈话吗 格兰 好 我在回答你这问题之前 我想先说明一下 我的父母呢 二战期间呢 住在这个重庆 他们的家呢 就是让日本的飞机炸了三次 除了性命以外 什么都没存下来 所以呢 我从小就听我母亲说 这个家庭的这个遭遇 我很能理解中国人的这个感情 那1995年 我到日本来刚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 我看到了村山富士的那个发表的那个村山谈话 当时我日本内外都都在积极报道这个事情 而且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当然也是这么报道的 不过我的内心深处呢 真的是这么想是说 50年了才道歉啊 就是有这样一种一种一种感觉 那么接下来 但是接下来这20年 我除了小全在2005年的那个小全谈话的时候 他是弃成了村山 所以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以外 安倍这次的谈话呢 我其实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这个问题看你怎么看 村山的谈话是很短的一个 但是他的那个主语位与兵语分析非常清楚 道歉就是很明确的 那么安倍这个谈话呢 可以说是有些很 有些朦胧的部分 是有一些显然是有一些扭扭捏捏的部分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他原来就不想 本来并不想道歉 他这次道歉可能并不是他的真心话 但是他最终还是这么做了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 我觉得两种村山和他的这个谈话 我都能够接受 另外一个 这个20年来我住在日本 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日本人是不想打仗的 这种不一定是中韩的这种希望 日本这种忏悔式的这种反省 日本的反省就是觉得 我们不需要打仗 一样能够做发达国家 一样能够就是很好的发展 所以我们打仗的话 自己也要死人 而且名声也不好 这是一般的人 大部分的人会这样 是这么一种想法 所以我相信日本人是相信 说大家全世界都站在这个 和平的起跑线上的时候 日本是绝对有机会赢得出去的 所以他们并不希望打仗 所以我相信日本是爱好和平的 再一个回过头来看 1972年中日建交以前 前首相田中角龙 对中国说这个二战的事情 他只是说日本给中国添了麻烦 这样的一种表态 中国都能够接受 都能够肯定建交 还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话 那么二战30年40年的时候 日本也并没道歉 中国也都接受了 那么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下 有什么理由不能接受这个安倍谈话呢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我是觉得可以接受的 徐波 好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驻台北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 以及他的观察和介绍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 锁定海侠论坛 好 欢迎您回到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下面我们关注两岸关系话题 上海台北双城论坛 正在大陆的上海举行 目前两岸关系低迷 台湾大选给政治生态造成的不确定局面 又进一步加剧了两岸关系前景的复杂性 那么这一次双城论坛是否能为两岸关系的发展 带来正面的影响呢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台湾中山大学 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的陈志杰教授 陈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那么我们知道双城论坛呢 星期二在上海开幕了 陈教授 第一天的活动中呢 上海市长杨雄重申九二共识 台北市长柯文哲呢 以两岸一家亲来回应 陈教授您认为 这一次双城论坛呢 都有哪些重要进展 好的 这个双城论坛呢 是前市长郝龙斌 和上海市原市长韩正 在他们的任期里面 这个街上线开始运作的 那么自从这个柯P啊 就是柯文哲先生担任市长之后 是否要举办这个双城论坛 就一直是一个 在台北政坛的一个话题了 那么这次终于办成了 也算是一个正面的 两岸交流正面的发展呢 那主要的呢 还是在一些两地 两个城市的事务性的交流上面 都比较具体的进展 比方说这个两方的 两个城市的公务人员呢 他们的体系的交流 这是有达成一个协议 另外一个就是交通票证的 交换的服务 也就是说这个上海的市民呢 可以持台北的游游卡 到台北市搭公车啦 搭捷运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说要促进两个城市的 民间活动的交流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双城论坛呢 是两岸交流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他对这个两岸关系 尤其是在目前执政的国民党 萎靡不振 民进党有望大选后执政的情况下呢 这个两岸的这个交流平台 也就是双城论坛 他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陈教授 他的重要 我想他的重要意义是 在于他虽然是一个 仍然他有一个政治性的批处在里面 但是因为他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对话 所以他的操作方式 还有他的对谈的内容 可以比较不居隔世 这也给这个两岸之间的政治人物 相互试探 相互认识彼此 是一个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那他既然不居隔世 这个又不是那么敏感 所以也这个这两岸的政治人物呢 他的顾虑也就比较少 好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场柯温哲呢 他原本不认同九二共识 那么这一次呢 他为双城论坛做了让步 他表示呢 要尊重九二共识 那么你如何看待 柯温哲态度上的转变 他对未来 这个态度的转变 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意义 陈教授 是的 在柯温哲去年底 竞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他对于九二共识的看法是 他不知道九二共识的内容是什么 他也觉得大部分的台北市民和台湾的人民 认为九二共识的内容是模糊的 所以在一开始呢 至少在他的发言里面呢 柯温哲并没有否认九二共识 他只是觉得九二共识的内容是很模糊的 今年三月五号呢 习近平先生发表了 在这个政协人大开会期间 他发表了这个坚持之后呢 三月三十号 柯温哲先生就提出他的2015新观点 那么在这个新观点里面呢 他就强调说 他的开头就讲说 现在世界上呢 不存在两个中国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觉得只有一个中国 那么后来国台办就为此 就觉得就给他了一个赞赏 当然至于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啦 总之就是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政府呢 北京的中央政府 他也想多认识柯温哲先生 那么柯温哲先生 他代表的 不只是台北市民的一个看法 他很有可能 他作为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在台湾将来的政治 这个政治的改造的过程里面 他很有可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他也说明台湾的人民呢 在政治上面希望有所转变 他代表某一种政治的思潮 正在兴起当中 所以中国大陆就 政府就愿意 就算是一个科匹多种解读吧 就这么搭个桥 让这个柯温哲先生 能够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 也就顺便更多的了解柯温哲先生 好的 我们感谢台湾中山大学 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 副教授陈志杰先生呢 在台湾的高雄 接受我们的采访 今年是二战结束七十周年 美国之音VOA卫视特别制作了一部 六十分钟的纪录片 穿越1945 继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呢 带大家一起重返战场 寻找历史真相 只占疗伤 穿越1945纪录片呢 将于9月7号星期一 晚上九点到十点播出 敬请期待 好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完成了 敬请期待 写 下载 内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直播以好影到他们中间充满的预感 正远远相反 永无阻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 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 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抗战这个苦难 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的很好 中间主要几个人物 包括这样富人 他把家庭的灵魂 和凶独的杀战 被拒绝了 他把日本人提出了 一个很强烈的计划 对与美国抗战 和中国抗战 他把中国抗战的杀战 是中国抗战 他甚至提出了 在我的叔叔 他觉得他们是他自己的孙子 外族日期 这场子不能忘记的 不能遗忘的 我们这次牺牲了 希望下次就和平了 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 可以做的事 不要再打张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BOA卫视 今天美国之音BOA卫视的 第二个小时节目 赵丽世 时事大家谈 下面我们请 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林峰 来介绍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 林峰 好 今天我们仍然是讨论两个话题 那么第一个话题 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 天津发生的大爆炸 那么这个大爆炸 实际上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今天也进入头期 那么当地是举行了一些悼念的仪式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 被披露出来的话 仍然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疑团没有解开 那么我们还 同时我们关注到 就是说在这个事件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政府是一度是试图 是这个控制 非常严格的控制信息 那么实际上政府在现在 也是在试图 也是在努力的控制 所有的这个信息 但是跟之前 这个长江传难发生的时候 这个信息非常单一相比的话 这次中国国内的媒体 包括地方媒体 还有海外的媒体的话 是进行了非常大量的详尽的报道 那么包括美国之音 有一些非常详尽的报道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 对这个两个事件 就是实际上它的间隔时间并不长 那么这两个事件的话 这个报道出现这么大的差别 我们会请这个分析人士 对这个事件进行分析 同时我们也探讨一些 那个剩下的有关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话题 我们还讨论是中国经济情况 我们知道今天中国的股市 又出现了大跌 那么上个星期的话 是这个中国是突然让 这个人民币大幅贬值 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个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话 对中国经济构成的影响 那么现在中国政府一段 多次是强调 这个调整是正常的 是根据是基于市场的 那么很多海外的专家 也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币 走向汇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 那么到底它的背后原因 是不是单纯的 就是让人民币汇率进行市场化 所以随后这个话题 我们会请专家就此进行讨论 好的 我们感谢林峰的介绍 也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 收看美国之音 VOV是第二个小时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并且踊跃参加讨论 好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说 外国执法人员在没有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的情况下 在美国境内进行调查活动 构成了刑事犯罪行为 早些时候纽约时报报道说 美国警告中国特工在美国进行猎狐行动 国务院还说 美中两国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络小组 在共同关心的事宜 包括通缉犯和反腐上进行合作 不过中方有责任提供美方重要明确 并且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让美方得以调查驱逐出境和起诉逃犯 下面我们来看看 但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例行简报中怎么说 外国执法人员如果没有事先通过美国司法部长 就不被允许在美国经营运作 在美国法律下也构成刑事犯罪行为 除了外国使馆人员 外国执法人员不得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 在美国境内进行执法活动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BOA卫视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依说 即使和协议获得通过 伊朗也不会对外国影响开放门户 哈梅内依星期一发表这番强硬讲话之际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正在努力落实这项协议 协议对伊朗将意味着缓解沉重的经济制裁 同时接受旨在阻止其发展核武器的限制和监督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详细报道 哈梅内依周一在德黑兰向包括新闻界在内的人群发表讲话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协议是否会在伊朗或在美国通过 他们认为这个协议会使伊朗受到他们的影响 我们过去堵住了这条路 将来也肯定会堵住它 哈梅内依的讲话不时被听众的口号声打断 他们高呼打倒美国 以色列和英国 以色列政府和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激烈反对 与德黑兰达成协议 因为伊朗支持袭击以色列的恐怖组织 哈梅内依周一的挑衅言论 让反对伊核协议的人有了更多理由 他们认为放宽制裁能够使伊朗扩大影响 伊斯兰共和国将全力支持对抗以色列政权和拥护这种对抗的任何人 与此同时 在莫斯科 俄罗斯外长和伊朗外长一致认为 7月14号在维也纳达成的核协议将促进两国关系 伊朗外长扎里夫说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这个协议将对发展经济 国防等所有领域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政府一位发言人周一重申 跟伊朗达成的协议仅限于阻止德黑兰制造核武器 跟伊朗之间还存在其他问题 深层次问题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尤其是在他们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 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这种事实 也就是我们仍然将保留必要的手段 无论是外交 经济还是军事手段来对付这些活动 即使核问题得到解决 伊朗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是对手 包括以色列问题 美国和伊朗在叙利亚内战和野门冲突中支持对立派别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日本星期二举行了以多岛为主题的年度军事演习 演习对公众开放使很多普通人有机会亲眼目睹 日本自卫队的战斗能力 下面是美国之音VA卫视的报道 有大约2300名官兵参加了日本陆上自卫队 星期二在富士山脚下举行的这次演习 演习以敌军侵占了日本一岛屿后 自卫队夺岛为主题 除了大批军人以外 日本自卫队还动用了80辆坦克和装甲车 60门大炮和20架战机 演习吸引了很多普通公民前来观看 亲眼目睹日本主战坦克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实弹击中目标的场面 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协力争取 公众对修改安保法案的支持 安倍指出亚洲地区正在面临 越来越严重的安全威胁 日本需要加强其防卫能力 但安保法案目前仍然面临公众的强力反对 一位观看这次演习的日本公民说 对日本自身的安全来说 自卫队大概是必要的 但是我不认为这就意味着主动到海外去 我们也不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 但是一旦卷进去那是很麻烦的 这位有三个孩子的当地居民说 作为母亲我认为战争不是件好事 我对安保法案有保留 我的孩子要去打仗怎么办 修改后的日本安保法案将放宽日本宪法 对军队仅限于日本自身防卫的限制 允许日军在某些情况下 在海外参加维护盟国利益的行动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印尼官员星期二说 星期天在东部巴布亚省坠毁的客机上的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救援队和村民已将找到的54具遗体装带代运 由于山市险峻搜救人员星期二才赶到巴布亚省的坠基地点 他们说这架搬机完全坠毁 特里加纳航空公司的搬机上 除了5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之外 还在有准备发放给贫困家庭的近47万美元的政府贷款 星期二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 对议会议长瑞曼上个星期被缅去缅甸执政党主席一事 表示关注 缅甸议会在11月选举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议事 昂山素季在会上表示 免除联邦巩固联盟与发展党主席瑞曼的职务 是一种不民主的做法 瑞曼仍保留议会议长职务 但是他面临一些议员的压力可能会受到弹劾 孟加拉国当局逮捕了三名被怀疑是 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嫌疑人 他们涉嫌打死两位反对原教旨主义的著名伯克作者 其中一人是出生在孟加拉国的美国公民罗伊 孟加拉国快速反应部队发言人 星期二对记者说 他们星期一在打卡逮捕了一个非法伊斯兰组织的成员 拉赫曼和另外两名活跃成员 这三人涉嫌今年二月打死美国公民罗伊 五月打死达斯 美国总统参选人亿万富翁川普 不但说话直言不讳 他的竞选风格也非常张扬 与众不同 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像一个摇滚乐明星一般 引起轰动 下面是VOA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星期纽约最高法院前挤满了媒体和围观的民众 他们在等待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的出现 虽然川普只是作为一个案件可能的陪审员 而被召集到法院 不过他的一朝一世仍然像是在参加竞选活动 民众当中有他的支持者 他会取得压倒性胜利 美国人最好赶快习惯这一点 唐纳德·川普 我是一个退伍兵 嘿哥们儿 我喜欢你 也有他的反对者 我可不想让他当我的陪审员 我觉得他会成为一个反面的说服力量 川普参选以来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就连他每一次出场都与众不同 我们还记得他在宣布参选的时候 从高楼的电梯上缓缓降落的戏剧化场面 就在过去的周末 川普以更吸引眼球的方式 乘坐私人直升机来到爱奥华州的农业展览 川普再次谈到了他对移民问题的看法 我会在边界建一堵墙 没有人能够穿过 我建着墙 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 也来到爱奥华州展开竞选 我很抱歉 我把我的直升机留在家里了 川普有关移民问题的直率言论 特别是把墨西哥移民称为罪犯的说法 让他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我不认为我说错了话 每次有人批评我说错话 我的民调就会上升 最新民调显示 川普目前的支持率上升到了25% 在共和党参选人中居第一位 VOA卫视记者杨晨 华盛顿报道 曼谷星期一发生爆炸 造成严重的伤亡 长期以来泰国政局陷于动荡 并且导致军队接管政权 王位继承问题 也一直引起民众的不安 星期天 泰国王储罕见地公开露面 参加为王后83岁诞辰 举办的一场骑自行车的活动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 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泰国从来都无意效仿 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王室骑自行车的习惯 可是泰国王子 挖吉拉龙宫星期天破例带领上万名自行车手踏上43公里的路程 这次名为为母亲骑车的活动是为了孝敬她的母亲施力及王后 普密彭国王身受爱戴 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挖吉拉龙宫是国王唯一的儿子 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 我祝愿王后 王子 所有王室成员万岁 特别是国王 他为我们民众和国家做了很多好事 所以我很感激和尊敬他们 有些人认为这次高调活动是为了在王位交替之际 展示挖吉拉龙宫王子亲民的一面 国王和王后都已经年过八十 健康欠佳 多年来没有公开露面 很少公开露面的王子受尊敬的程度不及他的父母 而他的妹妹施灵通公主则常常露面 因为从事慈善活动而受到民众欢迎 在泰国 讨论继位问题是一大禁忌 被认为对王室不公的言论是一项严重的刑事犯罪 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希望泰国修改冒犯君主法 自从去年军事政变以来 这项法律执行的更频繁 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军事法庭针对这类案件的判刑严厉程度急剧上升 这些法庭本身就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 包括公平审判权 可是 上万名泰国人至少在星期天跟随王储骑车时 把这些担忧抛在了一边 他们希望君主制的未来也能一帆风顺 美国之音赫尔曼 曼谷报道 由海伦播报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 中国最近在汇率监管方面采取的措施 是朝着市场方向迈进 之前中国降低了人民币的汇率 在美国遭到批评 下面是VOA卫视的报道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讲话时 对中国最近降低人民币币值的做法表示了肯定 中国货币由于跟美元绑在一起 产生了相当大的增值 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压力 所以这是一种放松 实际上是朝着更加由市场来决定的方向迈进 而这正是美国长期要求的 人民币贬值后减少了中国制造的产品成本 增强了中国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在华盛顿 很多对北京持批评态度的人指责北京操纵货币 损害贸易伙伴的利益 中国政府仍然在一个有限的幅度内管理汇率浮动 但按照新的措施 在制定汇率时 前一天的外汇市场收盘价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BOA卫视报道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BOA卫视 在中国提起铁道游击队几乎人人知晓 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和战力就发生在山东早庄一带的铁路线上 而铁道游击队的主要成员也都是 早庄一带的煤矿工 铁路工人和市民 有一位土生土长的早庄人 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资料 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 他用自己的退休金和房产做低压 创办了只有他一名工作人员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 好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新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这是一首筷制人口的歌曲中的歌词 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 这是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 《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 而电影是根据作家刘芝霞 1954年出版的同名长篇小说 《铁道游击队》改编的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将《铁道游击队》 与山东藻庄联系在一起 这可能让许多土生土长的藻庄人感到郁闷 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使得潘福安萌发了 创办《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念头 潘福安今年六十多岁 退休闲是藻庄市国土资源局的高级统计师 潘福安说他年轻时有次出差坐火车 在火车上与其他的旅客攀谈 说起藻庄和铁道游击队 很多人以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是小说作者杜撰的 这让潘福安感到伤心 潘福安决心开始收集资料 义务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 由于当年的队员大部分已经牺牲或者病逝 少数健在的都分散在全国各地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 潘福安利用出差和休假的机会 行走于十多个省市 走访了几十名当年的老队员和亲属 到2000年时 潘福安已经挖掘搜集和整理到了铁道游击队的食物 史料等大约1000多件 民政部门批准了潘福安建立 藻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申请 展览馆虽然成立了 但这只是纸上谈兵 因为潘福安没有固定的场所 但是此后的十多年里 每逢节假日 潘福安就把自己的展览馆搬到公共场所进行义务巡回展出 并且自己担任解说员 他的流动展览馆随着他到过部队工厂学校和公园 他的展览馆到过北京天津南京和吉林 他还把搜集到的100多件食物史料 无偿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和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场所 直到2014年 早庄当地政府在早庄东湖公园为潘福安的展览馆提供了固定场地 才让这座四处漂泊了十多年的早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有了自己的家 虽然有了固定场所 潘福安仍然坚持自己义务管理讲解 而且不收门票 潘福安最愿意给参观者讲生怕遗漏的故事 是铁道游击队沙沟火车站受降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投降 驻华日军总司令刚存宁次在南京递交了投降书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敦促华北华东日军立即放下武器 向所在地的抗日武装投降 驻扎在早庄一带的日军拒绝向铁道队缴械 并且乘坐铁甲列车逃跑 但是被铁道队破坏铁路拦截在铁甲列车上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辛 潘福安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地 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早庄 知道了铁道游击队 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早庄报道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的联合国和难民营官员 在为新一波伊拉克难民拥入而做好准备 一名联合官员说 库尔德接受了新难民的能力很快就要达到极限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最从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战争 2014年爆发以来 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涌入库尔德斯坦 难民人数目前已达130万人 联合国难民属库尔德地区协调员 莫克斯说 库尔德斯坦本身人口只有500万 所以吸收能力是有限的 而在此刻吸收能力已经支撑到头了 因为你可以想象新增人口需要得到医疗教育水和电力 在库尔德斯坦部分地区 25%到30%的人是逃难来的伊拉克人 而库尔德斯坦自身已经面临经济危机了 然而预计还会有更多的伊拉克人涌入 如果要收复摩索尔 就会有更多失去家园的人进入库尔德斯坦地区 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如果人们被迫逃离可能受冲突影响的地区 我们当然需要帐篷 需要紧急物资储备 以满足有关需求 需要帮助的不仅仅是新的流离失所者 巴哈尔卡难民营主任说 那些一直生活在旅馆或未完成建筑里的人 如今祈求允许他们进入难民营 我们预计这个问题或者说 这场危机将会持续下去 我们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 需要我们提供方便的牺牲地 到难民营里去问问大家吧 如今他们已经失去希望了 他们对制止危机失去了希望 救援机构警告说 会有大批人潮从本地区出走 为此他们已经呼吁得到更多的帮助 美国之音贝恩 二日比勒报道 游默语播报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攻击伊拉克北部山区的 少数宗教族群雅兹敌人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一个小型的雅兹敌移民社区 对他们伸出援手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直营绕着莫拉德 伊斯梅尔脑海的是一名雅兹敌妇女 去年给她打来的手机电话 她和同伴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抓住了 他们又射杀了四名妇女 我可以听到她们开枪 然后把她们的尸体扔掉 说是要把尸体留下来给狗吃 伊斯梅尔说 逃出来的妇女 讲了很多小女孩宁可自杀 而不愿做性奴的事例 这不公平 不公平 这是所有被抓的雅兹敌妇女的命运 去年 当伊斯兰国的攻击开始的时候 伊斯梅尔和休斯顿地区的 其他雅兹敌人 以及内布拉斯加州 林肯地区一个大型雅兹敌社区的成员 成立了一个组织 名为雅兹达 雅兹达主席海德尔伊莱雅斯说 一开始工作很困难 因为没有几个美国人听说过雅兹敌人 我们只好先向他们介绍雅兹敌宗教 然后再谈问题 伊莱雅斯向人们讲述了雅兹敌的宗教传统 他们的宗教受到了伊斯兰和其他宗教的影响 但激进穆斯林对他们充满了蔑视 雅兹达在伊拉克有一个救援中心 目前正试图为遭受强奸和虐待的女性受害者提供心理治疗 不过海德尔·伊莱雅斯说 联合国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而不仅仅是为种族灭绝企图的受害者设立难民营 那些处理联合国事务 或者为联合国做决定的大国 让我们感到十分无奈 他们没有为具体帮助雅兹敌人做任何事情 穆拉德·伊斯梅尔计划本月底返回伊拉克 以评供雅兹敌人的局势 并从伊斯兰国受害者那里搜集证词 美国之音弗莱库斯德州凯蒂报道 根据最新研究 最近几年非法移民越过美国边界的数量逐渐下降 然而去年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拘捕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现象达到了高峰 引发新一轮针对移民改革法案的辩论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非法跨境儿童的危机发生一年后 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 似乎还很遥远 观察人士说 在移民问题上 政治对立比较明显 因此美国国会议员 一直无法达成一致 最终我的希望和愿望之一是 他们可以被尽快送回自己的国家 来证明不管他们付给人贩子的是 五美元还是八千美元 都是在浪费钱 现在他们无法跑去政府说 我检举了一件罪行 你能不能帮我转移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与此同时 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防止历史重演 非常明确的是 我们的边界不对非法移民公开 对于那些没有签证或者人道主义保护的人们 我们将执行我们的法律 将他们驱逐出境 同时不危及他们以及亲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与此同时 数千名无人陪伴的儿童和家庭 仍在从墨西哥进入美国 尽管数量不及2014年的多 但是分析人士还是感到不安 在人道主义方面 它可以是一个灾难 一个真正的大屠杀 亚当·伊萨克逊是一个区域安全专家 他说加强边防可能会危及这些孩子的人权 他们是因为暴力团伙 造成的本土不安全才离开自己的国家 如果他们逃出来以后 并没有得到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我们立刻将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 那么我们作为美国人 将会对很多死亡和痛苦负有责任 尽管如此 国土安全部的最近报告 在边界逮捕少年的案例 已经比去年减少了50%以上 美国之音 罗格雷拉 赫莱拉 华盛顿报道 一位美国摄影师 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 寻找美丽的事物 一部关于他作品的纪录片 可能会帮助人们改变传统的审美标准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 约翰·沃克的报道 李克吉多蒂抛开他时尚摄影师的职业生涯 将他的镜头转向那些在遗传 生理和行为方面有差异的人 他说是一次与白话病女孩的偶然相遇 改变了他对美的看法 我厌俊了人们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美 在时尚界 每一季都会有不同的面孔出现 但是总有人告诉我谁最美 作为一个艺术家 我看到的美不仅仅在时尚杂志的封面出现 我在哪里都看到了美 那是我的初衷 使这个想法 使我的眼界越来越困难 吉多蒂创办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 名为正面曝光 他们用照片和影像来改变公众的看法 并努力推动一个散美不同和差异的世界 吉多蒂和正面曝光的事迹 都会被记录在一部叫做何维美的纪录片当中 这些孩子太漂亮了 何维美剧组最近在华盛顿的乔治成大学 举行了一次对演员的筛选 电影中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 杰恩·韦塞拉 她回忆到 她是在肯尼亚长大的白花病人 与里克·吉多蒂的相遇 改变了她的人生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是美丽的 因为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 遇见吉多蒂的时刻令我印象深刻 我记得她给我拍照的那天 我感觉非常开心 就好像有人是真的喜欢我 把我看成真正的我 不只是看到我身上的疾病 这部纪录片是制片人乔安娜·鲁德尼克的心血之作 当她看到里克拍摄的照片之后 她就决定要把她的故事拍出来 里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很多年 我们只是一直在追赶她的脚步 我们不能再生活在这种无聊和带有歧视的限制里 这种排他性的行为只会带来更多的悲伤 也不利于人类的进步 现在是时候推翻她了 乔安娜和里克在一座又一座城市宣传何为美这个纪录片 他们说这趟旅程与金钱没有关系 他们想做的是传递一个信息 当我们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的时候 我们也拍摄照片 并且我们赋予每一个人一种强烈的情感 让他们想想他们是谁 他们在反思中看到了美 我们也把这种力量带给家庭 他们作为回报 再把这份力量给予他们的各个团体 这些都是给予改变的哲学 就是说你怎么看一件事 你就会怎么做出改变 何为美目前正在洛杉矶和纽约 执行演员的筛选 美国之音约翰·沃克报道 俄罗斯的传统手工艺面临失传的危险 美国之音记者到莫斯科郊外 采访了一些著名的手工艺家 下面请看我们的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拥有几百年历史的俄罗斯 佐斯托沃彩绘金属托盘 几乎失传了 因为所有的手工艺人都去打仗了 女孩子下到工厂 可是没有金属 没有油漆 工厂不得不使用美国的 午餐肉罐头等回收金属 直到战争结束 现在以佐斯托沃镇命名的这种工艺 面临着又一种短缺 缺少愿意继承这项传统的年轻人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的手工艺品 不得不和廉价的机器制品竞争 每况愈下 我们做了一个试验 我们开了30家店 结果全都亏本 经济衰退也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目前有一定困难 国家预算中给我们资金补贴 可是不幸的是很不够 经济衰退 给一些独特的艺术品造成打击 可是却让俄罗斯青花瓷受益 2008年经济危机时 俄罗斯进口的瓷器减少 而对我们产品的需求却大增 国内需求增长 今天我们可能会看到同样的情况 塔吉扬纳 西沃娃是祖传第七代瓷器艺术家 他说像索契奥运会这样的国家承包项目 对企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他们还鼓励年轻画家 为传统工艺推荐新技术 新潮流和新创意 确保这项俄罗斯手工艺可以流传下去 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好 最后又到了OMG美语的时间 一起去看看白杰 在这期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 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我们的名题的话题就是 美国人喜欢什么美食 B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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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 it on everyth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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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吃什么都要放 One of the biggest food trends in the US is bacon We put bacon on everything We put it on cheeseburgers Salads Doughnuts You name it 美国最受欢迎的视频之一就是培根 我们不管吃什么都要放培根 我们把培根放在芝士堡里 沙拉上 Doughnut川上 我们想放在哪里都可以 K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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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衣甘蓝 A big food trend among health freaks in the US is kale Kale salads are everywhere right now Kale salads are everywhere right now 美国健康控现在流行吃鱼衣甘蓝 鱼衣甘蓝沙拉现在水处可见 Gluten free foods Gluten free foods Gluten free foods Bukan Bukan All the 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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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流行 Gluten free foods are all the rage in the US right now I don't understand this trend and I don't follow it because I love to eat bread 不含複製的食品 现在非常流行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 也不去追这个潮流 因为我喜欢吃面包 面包里有很多複製 好 请评论告诉我 What type of food or what kind of food is really popular in China right now I want to try it Tell me OK Bye 是